到底是谁在建仓 是哪一路资金在建仓 如果是一些机构或者是油资 那是不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跟进去进行一些布局呢 其实是这样 我们首先要知道整体的一个资金 它是形成一个比较大的明显的切换 什么样的一个切换呢 刚才我们重点强调第一部分资金 它主要炒作的是经济复苏线 对吧 那么我们看到像大消费板块 大金融板块 那么从整体指数表现上看 是什么 是以上证50 是以护生300 从去年的11月份连续震荡反弹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 生成者创业板纸 也是连续的震荡反弹 但是情成高点统一是在1月30号 也就是整体春节之后的首个交易日 就已经是巅峰了 然后震荡下行 好 这是一部分的资金 形成一个获利了结也好 或者说整体不涨了 那么这是第一大块 第二大块 我们要知道市场现在的一个逻辑是什么 是炒作以中字头为主 而中字头 我们看到没有赚钱效应的情况下 没有增量 也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到的是以内资为主 那么内资它整体炒到什么位置 我们也不知道 对吧 炒到什么样的高度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我其实可以确定一点是什么 往往在 就是咱们所说的会议之前的一周 是属于一种维稳性行情 那么会议已经开始了 我们在前期也总结过 从2019年到2022年 基本上都在三月初形成高点之后震荡的一个下行 所以说从中药这个板块也好 包括像我们看到上周五 像以半导体板块为好 这些都是低位的 而低位它往往是属于什么 这种防御性品种 或者说我们所说的整体的一些这个由于事件型所带来的一定的反弹 那么我认为目前来讲话 对于中药 它整体的一个反弹的两大点 一个大点是在于什么 低位了 整体的估值是一个低位 为什么中字头上涨 主要不就由于它连续下跌多少年没有涨 而且是一个低位 并且再叠加上我们这个整体的这种自己的估值体系 所带来的中字头形成一个大幅的反转反弹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在周末的时候 也有利好的消息 我们要对标 海外市场的整体的这些优质的企业 对不对 要打造一批我们自己的这个国企 整体的形成一个在世界前列的 那么好 所以说整个的市场 其实我们要知道 在这个阶段它的性质是什么 我说如果说从性质上来讲话 中字头是属于维稳行情结束的一周 这周我们要关注这是其一 其二资金是不是由高到低 那么中药反华是不是一个低 因为中药刚才我们讲的 一个是它是一个低位 另外一个是什么 有政策性的利好 为什么我们不跟着这条线来走 这就是我的一个想法 但是这个政策的利好到底在盘面上能够反映多少 能够持续多少 而且刚才说到中字头 由低到高 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中字头 也并没有把指数带起来 所以说很多投资者对于它的一个表现 其实还是很犹豫的 是不是说如果我们真的看好这条线的话 我们可以在现在提前去布局 还是说其实还没有到布局的时候 虽然说政策出了 但是我们还是继续去观察比较好 来问一下一辉老师 其实我们要知道消费分成几块 一块是大宗消费 房地产包括像汽车 还有像家居等等的 这些都是属于大宗消费 这是一块 还有一块叫服务型消费 旅游 酒店 餐饮 这都是属于这种服务型消费 还有一种是线上消费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网络购物 这些都是属于线上消费 我们从整体这一次的会议里面 其实比较明显能够看出来 它整体刺激消费 是把线上和线下是叠加在一起的 这个来讲的话是比较清晰的 如果说单独列出房地产相关性的一些政策 我们并没有看出特别亮点的 只是在讲到防范这相关性的 头部企业的风险 这是其他来讲的话 比较明显的是什么呢 它不再提房租不炒 因为在这个第四季度 央行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里面讲到了 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的工具 这个其实我们对于房地产本身来讲的话 有两句话 一个就是房租不炒 其次就是整体的 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的刺激工具 那么我们看到整个房地产的板块也好 或者说整个房地产从刺激也好 去年的三月份连续的刺激 到现在不管是二手房也好 不管是新房也好 整体的从之前的 基本上没有什么销量 但逐渐的这个销量回暖 这个也就是符合于整体的这种政策的预期 和之前的稳增长的发力 所以说我认为下一阶段房地产板块 或者说房地产整体的刺激的计划 可能不会特别大了 或者说特别形成一个落地了 这是一块另外一块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整体的GDP增速是5%左右 这就说明什么 整个我们要扩大内需以消费为主的 这种线上和线下 基本上该恢复的也恢复了 所以我们今天也能够看到 像旅游包括像其他的一些消费类 形成一定的反弹 这个跟整体的扩大消费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我们整体的5%的一个目标 主要是在于什么呢 就是以自己的内生动力为主 也就是恢复线上和线下这种消费